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7月7号清晨 加入荡山县张庄村的老太太阿玲早早就起来了 可是当她出门的时候却发现自家的大门怎么也拉不开 惊慌之于她意识到这应该是老伴阿剑昨晚出门时所谓的 天气炎热 老伴可能就在杨树林里休息 阿玲没想到这一等就到了中午 她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决定翻墙出去找着老伴 可是她在田间地头找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阿剑的下落 她老婆去给我说她说 到我那里就是问你大哥昨天晚上没有回来 阿玲隐隐约约记忆 昨天晚上老伴阿剑七八点钟就出了门 十点多钟曾经回家一次 但很快又出门了 一个六个晚上摸杰拉猴没有回家 她就是晚上摸杰拉猴 她一般不上别人家去 四地西府口中的杰拉猴是说蝉的幼虫 在当地又称爬拉猴或者爬猴 每年的七八月份 大量的爬猴会随时钻出地面 寻找树干向上爬行 准备破茧长产 这些小生命不但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而且还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 每年夏天采收爬猴进行售卖 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就这个一二十点 卖个千万块钱 那大户都卖个五六千七八千 才有一个收入 说来也奇怪 阿剑家里种着几亩杨树 村民们觉得 阿剑家杨树上的爬猴 比别人家的都要多 他夏天的收入自然也就比别人多 六号晚上 阿剑第一次出门就摸了八百多只爬猴 因为一张取款的收据就放在家里 可是眼看过了晌午 阿剑还是音信皆无 阿剑究竟去了哪里呢 四弟媳妇骑着电动车 向着杨树林的方向一路寻找 当时想着就是说 也没有其他啥想法 就是沟我经常上我们河南那个地 我就是沟边上 或者是那个东边有个井 我想象到晚上把沫爬了后 或者是不小心掉里边了 在经过阿剑家杨树林的时候 四弟媳妇发现 树林深处有一团颜色发黑的东西 她停下车子打算过去看个究竟 一种不祥的日法向她袭来 可是为了弄清楚 躺在地上的人究竟是谁 四弟媳妇强忍着内心的恐惧 向那团黑色的东西走去 这个死者身上的衣服 十分眼熟 尽管心里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可她还是认出了 躺在地上的人 就是失踪的大哥阿剑 这我当时就打电话报警了 接到报警之后 安徽省荡山县公安局 迅速派出井立赶赴张庄村 展开现场勘察 这片地是阿剑自己家的杨树林 阿剑已过花甲之年 会不会是在猪爬猴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意外 经过初步的现场勘察 警方很快否定了这个推断 通过他头部下方的血泊 民警认定这里就是第一现场 不过他的身上 有明显被沙土和树叶掩盖的痕迹 从这一点来足以说明 这个犯罪嫌疑人 跟死者应该是一种殊人关系 这也明显地符合犯罪 犯罪行李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这片杨树林距离阿剑下 大约两三公里 他平时的代步工具 是一辆电动自行车 平时阿剑夜里去着爬猴的时候 会把这辆车停放在树林边上 现在这辆车也不见了 对于现在在东西来说 实际上这也自己不值钱的 这个货物 应该是反对权人 为了快速逃离现场 还把死者的电电池 给他启动 除此之外 现场并不复杂 阿剑的身上没有任何财物 他的旁边只有一盏 捉爬猴用的充电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阿剑的一只手 实际上在死亡的时候 手中还算了两只爬猴 并且还都死在自己的地里面 这个就是感到 我们感到他的死 这个死亡人顺问七九 阿剑在遇害之前 应该还是在捉爬猴 而且这是他六号晚上 第二次出门 时间应该在十点以后 十点以后 就出来很少很少 但是也有 当然了好多一般人家 就不再出去摸 所以他们有个别的 才反头去摸第二次 我们筹炼他的死亡事件 应该是七日零四至一四之间 阿剑家的杨树林两面都有围墙 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 一般人不会到这里来 那么谁会在夜里来到阿剑家的杨树林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阿剑的死亡呢 他这种猫的年纪别上跟他有猫的那人 就是说这个有抽 抽费那人 我们自卫部啊 把这个抽撒 这个拍在地游 然后通私 不拍出几千撒 勘查过后 专案组倾向于赎人作案 那么究竟是谁会与阿剑又如此仇恨 矛盾重重 阿剑都得跟谁解怨 一说话的话呢 就是说很容易得罪人在 多方求证 民警如何缩小范围 还有剩下三名 无法回处 手足情深 兄弟为何大打出手 人家混在我打了一个人还没有 满心疑问 他的嫌疑怎样排除 他没有到这个现场那边 不缠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7月7号 年过花家的阿剑 残死在自家的杨树林中 经过现场勘查 当时警方初步推断 阿剑还有可能遭人寻找 而且嫌疑人可能和阿剑熟悉 令专案组意想不到的是 调查刚刚开始 解放邻里的议论 就纷纷纷纯传到了民警耳朵里 你上大地没有家 你从他过去不让你过 他这个人很狡猾 就是过来 你出的那个小便宜 还占的小便宜 说对 对 好多路人 是吧 好多路人 嗯 好找人 是好找人 一般人不给他楼 他这个饿死赖 有个人要赖皮 他这个人 你谁给他楼 他斩死他饿死 虽然乡里乡亲住着 甚至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 但是那伙儿都对阿剑 敬而永远之 平常不怎么说话 一说话的话呢 就是说 很容易得罪人的那种 说话比较硬 比较梗 就是说一说话呢 就是人插到你心窝子里去 让你听得很不舒服 容易和别人反正 矛盾 一通走行下来 机房司令 大都对阿剑 颇有威慈 非但如此 阿剑和亲兄弟之间的相处 也不和睦 他呢 就是平时 跟我们地面话的 也很少打交道 没有事的 都是刺激不刺激 在民警看来 虽然村民们七嘴八舌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他们议论的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民警的疑问是 这些家常李朵的矛盾 真的会成为 嫌疑人行凶杀人的原因吗 认为这个死者 虽然说 这个 毛蒜连 躲 平时呢 躲着的人也躲 但是 说 对他这种 比较这个年龄大的 这个老人来说 没有必要用这种手段 来去撒害他 话虽如此 民警们还是根据村民反映的矛盾 立出一些头绪 并把排查的范围逐步缩小 民警无法排除的这三个人 分别是 阿建的三弟 阿波 阿建的邻居 阿静 还有另一个同乡 阿明 首先引起民警注意的 是阿建的三弟 阿波 虽然两人是亲兄弟 但是矛盾却有了已久 几乎不可调和 他前一大连 我一说 他跟老大 跟大爷一模一样 跟大大 他老弟们两 一目到死 他还吵来 我跟老大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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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咱俩吧 阿建家中 自媚六人 他排行老大 但是家里家外 他和老三 矛盾尖锐 积远多年 村里 近人皆知 他跟他 明明上 直接有毛病的 就是他三弟 发生过冲突 别人 现在没给谁 发生过很大的冲突 没发生这个事 以前 他和他三弟 就发生了 这个增值 快回想大戏了 那是一次 十分激烈的冲突 最终演变成流血事件 同时 也正是这次冲突 彻底改变了 两家人的关系 你这个贵婚 连我打了 连我给薛连 就血连了 这根本事 这天他一边住院去了 我推荡了 我 先我不上一边 看上去了 先我不该退卖了 先我不电钱了 我没打进我电视 你两回 连我打了 两个人没有 他两手 把那个 把老三打了一顿 回过头来 他又说 他推断了 是他老三 是他弟弟打的 原来 老三为了要给儿子 盖个新房 去媳妇 想要一块 父辈留下来的宅基地 但是 老大阿建 却死活也不同意 我这个厂家 就用这儿的地 我一里 就是 我一会儿地 我两会儿地 他说没活的 当时比如说 我们 他们分家的时候 他们定了几个 老的粉丝徒弟 还有粉丝徒弟 他们喝到一块儿的 这个地 多辣 那里是熟辣 谁都知道 分地盖房 是每个农民的大事 老三盖不了新房 儿子就不好娶媳妇 两家人为了摘基地的事 吵来吵去 闹得不可开交 就因为他本人 给他这个弟弟 他三弟家 也连这个 土地的这个 酒粉 多年 就是不遇不饶地 参加这个矛盾 结缘 两甲 就因为这一地 发生矛盾 多次发生过争执 并且呢 也闹到过法庭上 自从两年前的 那次拳脚相向 两家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往来 今年三月份之前 矛盾还没有得到 颇善解决 长期呢 经过存案部 正案部条件 都无法调和 两兄弟之间的矛盾 是否足以致命 民警首先从阿波查起 他三弟也得有一点 那感觉 我们等着 围绕他 可能这个转业 你也要给他接触 肯定要给他 正面接触 然后你聊到 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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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暖里面 我给他说话 暖里面也不打枪 我这事 我不了解 民警之所以关注阿波 是因为案发当晚 有目击者发现 阿波也在杨树林里 捉爬猴 他和阿剑 是否会有交集 按照当地的习惯 每天晚上 村民都在自己家的地里 捉爬猴 不过每次出过爬猴 他们都会去收购点售卖 用爬猴换了一张收据 已被过几天 一框结算 那以前晚上 我摸了一百多 因为晚上 某爬猴人 比较多 并且 他们摸过之后 要到收购点去卖 爬猴的收购点 或许是 嫌疑人和阿剑 相遇的地点 在案发当晚 卖爬猴的村民中 另外一个人的嫌疑 也在上升 他就是阿剑的邻居 阿静 陈年往事 他跟阿剑 有什么固解 当时有点神经 给他发生 就是为了争执 今天巧合 警方是否发现了 新的故障 我们怀疑就是 适得 矿党 来矿党 天边相遇 他和阿剑 说了些什么 我也去了 他去了 他去了 给我玩 水未下降 重要的物证 浮出数据 为什么我呀一看 这不是一个 天东 不禅 天网暗幕 正在播出 张家村的村民 一般都是在晚上捉爬后 卖爬后 案发当晚 在爬后收购点出现的人 自然而然 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 第二个嫌疑对象 就是阿剑的邻居 阿静 他们两家的杨树林 紧挨着 虽然低头不见 抬头见 但是两家人的交往 并不密切 甚至还闹得很不愉快 阿静与阿剑的矛盾 看似微乎其微 不过 阿静之所以进入警方的视线 是因为民警在他家的地里 发现了一条灯带 桌爬后用的充电灯 搭配的都是这种灯带 当地人一般不会随意丢弃 正是这条灯带 让民警联想到 现场勘察的一幕 根据经验 这样的充电灯与袋子之间 有一个卡钩 如果不是人为原因 灯带就很难卸下来 用力或者说是自己主动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才能把这个矿团带给他卸掉 灯带为什么会出现在阿静家的地里 阿剑的灯带又上哪去了 这个奇怪的现象 不得不引发侦察员的联想 我们怀疑就是 四则矿团来矿团来 在政治的过程中 然后登在鱼座的那边 然后他们追打 追打到这个中心县城这附近来 我们有这样的猜测 更为可疑的是 案发当晚八点多钟 也就是阿剑第一次出门捉爬猴的时候 阿静曾经和阿剑 在杨树林中相遇 为了捉爬猴 一般情况下 阿静也会在晚上出来两次 为什么见到阿剑的那天晚上 他只捉了一次呢 唯独就在案发的那天 他没有第二次去抹 他是在九点钟左右的时候 他就回家了 成江游的那个小虎 抹完了 就那天特别做 我的过程就那天 抹完了 咱那一片就咱两甲子的 咱两甲子随便抹了 第二边 那边人没去 我一看他去的完了 我抹完了 我就是不好意思再抹了 阿静的解释是 他捉爬猴的时候 在阿剑的地里也抹了一些 眼看阿剑来了 自己的小虎也装满了 为了避免麻烦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事情真的像阿静所说 那么他家地里的灯弹 又怎么解释呢 两家杨树林的位置 十分偏僻 当晚似乎只有他们两个 在现场附近出现 而且阿静回家的时候 家人也都睡了 当晚他真的只来过现场一次 当晚自己 就是说生活的规矩 说的也不太清楚 没有人能证实 他不在现场 至此 专案组遇到了一个瓶颈 面对眼前的两个目标 他们暂时无法证实 也无法正否 这两个人呢 虽然说都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都有很大的嫌疑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证据 能够锁定他们就是 这个适次犯罪的人 无巧不成熟 一个意外的发现 将为案件侦办 打开重要的突破口 一车遭人 这个组呢 这个掌体了大量的这个 熏车骑士 并在这个荡山电子台 做了这个归弄组 发不过以后 此前 这个老百姓 他就醒了又说了 今年夏季 荡山比较干旱 当地村民抽取苗城河水 灌溉农田 随着水位的下降 一个新的线索浮出水面 这个人走到桥林 无一种往下一看 这不是一个电动车吗 就有一个轮廓就出来了 从现场 通往四折甲的这个路上 进过了一座 苗城河的桥下 发现了这辆 电动自行车出现后 专案组货速组织人员 对电动车进行打牢 继充电灯之后 这辆电动自行车 成了第二个重要的物证 行不打牢 发现这个电动车 就是死者电动车 打牢上来以后 细心的民警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电瓶不见了 这个这一点呢 当时转有个意乎 电瓶怎么能不见了呢 电瓶是卡在座位下面 不会这个自己 熟通这个脱落 车座下面应该有四块电瓶 现在四块电瓶全都不见了 根据车型分析 河水的浸泡和冲击 也不足以让电瓶脱落 应该是被人去处 就去处的人是谁呢 就应该是犯的轻人 我们颓猜 这个电瓶 是不是叫犯的轻人 卸掉以后 处出了 这种车的电瓶 十分常见 民警们能否找到 这辆车的四块电瓶 进而找到犯罪嫌疑人呢 咄咄逼人 是谁出言不逊 我说我没有干这个事情 你骂就骂 愤怒之至 为何冤枉好人 我把人都还在我这里 心境大战 如何洗脱嫌疑 咱也不知道 意料之外 凶手竟然是他 这个转通了一类的血迹 就是这个死者的血迹 不缠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案件侦查之初 由于土地纠纷 专案组把死者的 三弟阿波作为第一个调查对象 虽然他对于和大哥阿建的矛盾 并不回避 但是面对民警的质疑 三弟阿波的反应 却非常强烈 案发当晚阿波的活动轨迹究竟是怎样的 通过对卖爬后的村民逐一核实 民警找到了阿波不在现场的证明 他摸过帕拉后以后 第一次回来到这个帕拉后的首顾点 去卖帕拉后 然后回来再摸帕拉后 整个过程都其他人员在场 能够印证他的这个 党司的这个事件 他三弟的这个 专案的嫌疑 应该说是能够排除的 专案组的第二个调查对象 是阿建的邻居阿静 他俩不但有过节 而且案发当晚 他们都在现场附近出现了 同时没有人能证明 他的活动轨迹 让林警对阿静加深怀疑的 是他家杨树林的一条灯弹 而否定这条线索的也是灯弹 这个灯神弹 到时候我们当时也经过技术检验 毕竟是说送件了 上面没有什么东西 后来我们在私者里讲 这个发现私者 这个用来称这个矿等林 等盒子 等盒子里边 由这个矿等商用来等升 这就说明 一溜在阿静地种林等升 并不是私者里等升 随着侦查的深入 民警把注意力 集中到第三个怀疑目标 阿静的同乡阿明身上 这个人呢 也是跟阿静的一样 就每天晚上 这个都去摸爬猴 都是摸到深夜 基本上都是12点钟左右 阿明是案发当天 回家比较晚的人 而且两人最近一直在闹病 案发前几天 阿静的电动自行车 被人放了气 放在地上的一桶爬猴 也被人偷走 事后阿静把怀疑的矛头 指向了阿明 把我去国放半戏 没给我放完 我这爬这猴 我拿着 拿着拿着 我放到车子上就没有了 他就怀疑我 我说我没有干这个事情 你骂你吧 对于阿静的怀疑 阿明并没有理会 但是阿静一口咬定 干坏事的就是阿明 他在村里遇人便说 逢人便讲 说话好像跟娘们一样 叨叨叨叨叨的 我也没放在那里 我也没拿来 他就到时候说可能 到时候说我 阿明感觉到这个四者 对他命运上有一定的伤害 所以对他也坏分在心 在民警的调查中 阿明与阿建的矛盾最为简单 甚至不能称之为矛盾 他是否有作案的动机 中案组疑虑虑 都在一些小句话 应该说不会 视此这种报复的情况 话虽如此 从行为模式上观察 案发后阿明却有可疑之处 像在村里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撒人了 他应该像平时一样 在村里有热闹的地方 去议论法表达的管理 但是这个事发生以后 这个人表现得十分异常 几天了都躲在家中 并没不出 7月11号上午 专案组在苗城河中 打捞出死者的电动自行车 嫌疑人究竟是谁 似乎只有找到 那丢失的四块电瓶 才有答案 这四块电瓶是两天前 一个中年男子卖来的 店老板低价收购 这名男子也没有讨价还价 由于时间切尽 店老板对他的提毛特征 仍然记忆用心 让这个店主 对这个嫌疑人的照片 一租照片 很多人的照片 就行了变了 这个店主呢 当即自认 这个阿民 就是当时来卖电 来卖电瓶的这个人 就任命 阿民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2014年7月11号下午 犯罪嫌疑人阿民 被荡山警方抓捕归案 他对7月7号凌晨 杀害阿健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在阿民的指认下 民警在现场附近的一处墙根底下 找到了半块带血的砖头 这正是阿民的作案工具 这起血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阿民到案以后 谜团终于水落石出 7月6号晚上10点多 阿民出门去捉爬猴 在经过阿健家的杨树林时 他用充电灯 向林子中扫了一下 我走路上 我走路上 斜着绕了 在路上绕 但是我没进他的地 灯上绕下地是对的 灯光绕过去 我斜着走吧 此时阿健正在林中捉爬猴 这突如其来的灯光 马上就引起了他的不满 他上来就抓住了阿民 被抓住了 他就咋了我 好上去 我丢人死 就丢人 咋声音有高亮 他就说 谁让我来怕事后 谁让我来怕事后 你待着磨死 要磨成了果 别转我来怕事后 两个人 你一言 我一语 针锋相对 互不让步 没几句话的功夫 就撕打在一起 阿民就地捡起一个半转头 将死者杀害 作案后 阿民骑着阿健的电动自行车 逃离了现场 为了掩人耳目 他卸下四块电瓶 将车子推进苗城河中 之后的几天里 阿民一直郁郁寡欢 闭门不出 得知真相 所有人无不厌倦惊叹 用这样的小事 阴法命案 这是市民不值得 众所周知 荡山有离多美誉 但是近年来 荡山的爬猴 也成为远近文明的特产 捉爬猴 卖爬猴 也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 每年的七八月间 有二十多天 是爬猴生长的旺季 行情好事 三只爬猴 就能卖到一块钱 这成了当地农民 除了种地以外 一笔额外的收入 种一木小买 你去掉肥料 去掉城门 你按一千一来算 买一千多块钱 去掉花围 农友 种子 集结 你剩个几百块钱吧 他一木 他一玩二木 他两年他种一木 小买的收入 来年夏天 张庄村的老老少少 又回到林中猪爬猴 只是繁茂的杨树林里 将会缺少两个熟悉的身影 一句罗亭诗 震惊北门江凉 夜幕下的树林中 谁在坐进饭壳 严密推离 跟踪追击 视频显现犯罪痕迹 数个关键故障 锁定摩托车车主 深陷凌雨之时 为何又嚎啕地哭 北门江米岸 片盲盘目 近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